观众为什么这么喜欢我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呢 从小就是天津卫的娃娃 没错 我呢 没错 他呢 从小也是天津卫的蛤蟆 对 蛤蟆 他就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身上总爱洗那个 我还是赖蛤蟆 他就住在海河里吧 谁呀 我住在海河边上 对 有时候河里边呆着累了 有时候也得按上歇会儿吧 好嘛 非得给我说辞的时候 就是蛤蟆 我说什么了 你说我是蛤蟆 应该是娃娃 激动嘛 激动着不知的 说什么好了 是不是 但是虽然我们跟观众 都是老朋友了 但是得有必要的 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是 你看我就是刘亚金 我呢 这个由于特别高兴吧 我真的不知道 给大家表演什么好了 你说这么说 今天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哪段啊 你等会儿再表演吧 怎么 你介绍完你了 没介绍我呀 我自己介绍啊 行行行好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像 你说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你得斗丹田呢 嗓门洪亮啊 你得这么说呀 对不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西 我说 你说名字 你就是口齿清楚 让最后一排 你得听得清楚 是不是 要不观众 你不知道你是谁 记不住啊 对不对 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说出名字来之后呢 顺便在你们家排行老几 也得说清楚 要不得观众 你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你行老几啊 是不是你算老几 你算老几啊你 这不你 人家知道你算老几啊 是不是啊 这这你算老几啊 啊 行行行 我 我自己再说一下行不行 好好好 你告诉你 我 你不能才说多了 说多了有时候也招人讨厌 你才招人讨厌了 我告诉你 没完美 我叫王红 王红王红 王红 气死我了 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吗 什么状况 这就充分了显示他身体还比较健康 一旦自己的名字 不加思索脱壳出张嘴就来 丝毫看不出老年痴呆的痕迹 你溜溜吧 你才老年痴呆了 不是 我说王红你这点不像话呀 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有合作了 今天好容易在一起 你的衣裳还怎么有点人身攻击呀 我还攻击你呀 你让大家看见了吗 你这一直跟我捣乱 你说的对呀 咱俩好不容易合作了 你得互相捧着点 你这人 对对对互相捧着点 对对对 你看我们这王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俩人都是从小在一块 对对对 小学中学 一直到1975年 我们两个人 共同考入了天津企团 受到企团的培养 当然啊 他人家的后来呢 人就是当领导了 这点算不算捧您 算不算捧您 这叫捧我呀 是不是 然后这个取协的秘书长 是不是 反正竞当官了 至于这个相声嘛 别说 前年呢 曾经呢 他也朗诵过一段相声 您等会儿 等会儿 朗诵这相声 什么叫朗诵一段相声 朗诵一段相声 你不明白啊 没明白 人家有包袱 那叫相声 没包袱的 那不叫朗诵吗 你溜达溜达溜吧 你客气我告诉你 你这绕子弯着说我呀 怎么了 你是比我强 又拍电影 又拍小品 还演电视剧 还当导演 也别说 您除了相声 没说好 在其他领域发展上 也不怎么样啊 就冲你这话 今天我就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你能表演相声 对喽 我今天就表演一段我们前辈 马志明 马先生的代表作 纠纷 哎呦 怎么样 这是经典之作呀 当然啦 这咱这张嘴就来呀 倒背如流啊 是吗 哎呦 算你了 算你了 大哥 那么长的 你腿传流点身 干吗 干吗 你让我叫了 压你笑 活该 应该压你嘴 哎 不是 你看怎么样 咱是不是争取来 这没问题吧 我跟你说 这在座的亲爱观众朋友们 也能说上两句 怎么样 这不证明你能说相声 哎呀 这个学相声啊 应该呢 继承传统和发展 你得创新的 对不对 你看你比如我 经常拍电视剧 我认为呀 如果用电视剧里的 桥段和元素 放在纠纷这段相声里 就会有一个 别开生面的感觉 哎 听着倒挺新鲜啊 哈哈 是不是 哎 你看你比方说 有一部电视剧叫 《环珠格》 给你看过吗 哎呀 亲爱的观众 可能都看过 作者知道是谁吗 谁呀 叫琼瑶 哎 对 琼瑶还有一部代表作 什么呀 叫《轮语》 对 打住打住 嗯 《轮语》 张总叫 《轮语》那是孔子的 哎呀 我不是说哪个轮呢 是车轮的轮 怎么车轮的轮 《轮语》就是车轮的轮 就是车轮的话呀 来回说 这么解释 你别说主人公 第一个说了啊 哼 你冷酷 你无情 你无理取闹 哟 那这女的呢 我哪里冷酷 哪里无情 哪里无理取闹 男的 你哪里不冷酷 哪里不无情 哪里不无理取闹 女的 我再怎么冷酷 再怎么无情 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不如你冷酷 你无情 你无理取闹 就算是我冷酷 我无情 我无理取闹 那你才是最冷酷 最无情 最无理取闹的呀 等等等等等 哎呦 我的妈呀 你说是车轮的轮 真是车轮的话 来回转的 这不就没完了吗 这要搁在秋分里呢 这要搁在秋分里吧 那就 还有点好玩了 是吗 咱来回 来回 来回 说你了 说你了 那么大个 那么脏的 干嘛 那么的了 你压我叫了 压你叫了 我应该压你嘴 你瞪我 你骂我 你压我叫了 我 我哪里瞪你 哪里骂你 哪里压你叫了 你哪里没瞪我 你哪里没骂我 你哪里没压我叫啊 就算我瞪你 骂你压你叫了 你还能瞪我 骂我 压我叫吗 好 既然你承认 你瞪我 骂我 你压我叫了 那我就瞪一个给你看看 骂一个给你看看 压你叫给你看看 你还有完没完呢 你看是不是 这还不得嚼到天啊 你都黑了 你觉得是不是啊 还真是挺有意的 哎呀 我不跟你说啊 不过现在啊 是新时代 我跟你说 和谐社会 不能老吵架呀 对不对 哎 有没有广聊 不吵的呢 啊 广聊是吵不起来 啊 那就得换一个 电视剧的表现风格了 换什么电视剧 你比如说 前几年啊 有一个热播的剧啊 叫 甄嬛传 这回 如果我们用甄嬛体 演绎这段纠纷 哎呦 那就更好玩了 咱俩再来回试试 再来回试试 好了 哎哎哎哎 前面那位 神才高大体型魁梧的大汉 请您留步 叫我吗 方才你用你那 从喜遇反榜进宫来的 不等塔不走的 两轮带坝的 人力车 已经触碰到本宫的 浅浴族了 压你叫了 活该 应远压你嘴 哎呀 你看看 没想到 没想到啊 这位神才高大 体型魁梧的壮汉 说出话来 竟然是如此的 促俗啊 算了 本宫四千想后啊 壮汉若能痛改 前飞枪我 赔礼 倒也不负恩责 更何况本宫 田圣立志 美丽叫人 壮汉是神才魁梧 体型搞大 你我二人能共接连离 相伴一生 那我想 这便是极好的 您这是纠纷 这是求婚的事 这个现场 拿到稿件的同学 你看看 是不是不一样 对 基本上不一样 有一样的部分 那刘亚金老师 您有多少年 没跟王鸿老师合作了 我估计快三十年了吧 快三十年 差不多吧